你好 東涼 其實聽到《人生沒有如果》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時間想到很多 有關《如果》就是人生當中很多人都會經常說到了兩個字 我們好像經常遇到這樣的命替 所以在這首歌裡有關《如果》你好像做了很深刻的思考是嗎? 對 其實會有這個就是因為我真的是一個不太 其實大家都會一直問自己如果這樣會怎麼樣 如果那樣會怎麼樣 但是其實我在幾年前就發現 不想再問自己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珍惜當下是最重要的 所以才會有這個時候 人生沒有如果這樣 是 而且非常的動聽 剛才我們其實仔細的翻一下日曆 我們有多久沒有見到張豆良了 你們知道嗎? 有多久? 三年的時間 這三年的時間 這次張豆良回來的時候帶來了書 帶來一些作品 音樂作品 其實也是對前一段時間的一個生活的小節 怎麼突然蘇醒 好久無間 好久不見 三年的時間 在思考什麼 在做什麼? 其實就是讓自己去重新認識自己 然後希望在自己未來的 不管是音樂的作品 或者是影視作品當中 可以找到一個新的定位跟方向去做這個時候 張豆良想做到的事情 包括最近大家聽到的一些新歌 還有之前我出了一本書 謝謝 那都是在透露跟告訴大家 現在我的一個心境轉變過後 對 好像我們現代人一直急急引引向前的奔跑 向前衝 很多時候忘記停下腳步 忘記沉澱一下 所以我覺得 這樣一個三年的休息的時間 一個再次沉澱出發的時間 真的是非常好的選擇 我也謝謝張豆良 再次回來帶來這麼出色的作品 謝謝豆良 謝謝